Hello大家 看我今天收了好多金鱼草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家下大雨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看到好多金鱼草 这样弯了 一般来说像长得这么高的切花 都需要有额外的支撑 像去年的话 我就是在我的花香周围放了四根杆子 然后用绳子绕了它们一圈一圈的转 这样的话可以在花香的四周 给我的金鱼草有一个支撑 然后今年的话 它们长得比较快 然后这样暴雨来得有点突如其来 所以没有来得及支撑 我今天早上出去一看 好多都已经快要有躺平的趋势了 然后像是金鱼草这种花又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倒了之后 有些植物就是继续横着长嘛 但是像它的话呢 它会继续的这样垂直的往上长 就是有一点是反向 反着地球的重力往上长 所以它不管怎么长 最后的花都是往上的 但是枝条如果是躺平的话呢 它就会越来越有这样九十多弯曲的趋势 然后这花就不太好用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既然都开了 那就把它们全部都切下来吧 反正总会总能找到合适的用途的 然后我现在就有一大堆的金鱼草需要处理 那就一边处理一边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种金鱼草两年的一些小的经验吧 我是从去年才开始自己播种金鱼草的 因为商店里能买到的金鱼草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种 就是种在花坛里用的 很少能买到切花的金鱼草 所谓切花就是它的杆子会要比较长 这样的话你插在瓶里面才好看嘛 如果说它就这么短的话 一般的花瓶都就是没办法插太高了 所以去年开始我就试着从种子开始播种 去年其实就挺成功的 我觉得金鱼草特别适合新手入门 因为它对光对温度 还有对湿度的要求都不是很高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失误都不影响它开花的 只是说多少或者它开花的时长的区别 去年的话我觉得有几点 就是我没有做的很好 所以导致去年开花的时间不是特别理想 第一个就是去年我播种的太早了 春天的话就很容易没事感 就特别想要播种 然后去年我大概一月多的时候 一月底的时候就播种了我第一批的金鱼草 导致等到四月中 我们最后一个双冻日过去的时候 我的金鱼草其实已经长得非常高了 在育苗盘里面东倒西歪的 然后我就需要把它们换到更大的盆里 但是我的生长灯下面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一旦我把它们换到大盆之后 不是所有的金鱼草都是能够在生长灯下面 受到适当的光照的 所以最后我去年想的办法就是 我需要早上把它们移到室外接受自然光 然后晚上因为太冷了 最后一个双冻日还没有过去 所以我就需要在晚上把它们再移回我的下室 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所以今年的话呢 我是严格按照这个种子包装上的时长 它要求的是在最后一个双冻日前八到十周开始播种 也就是说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 然后因为也是育了好几年的苗了 所以对大家要对自己的所在的城市的最后一个双冻日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你可以Google搜 但是Google给的时间呢基本上是一个大区域的时间 每个小区域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的 像我们这边写的最后一个双冻日是在四月中 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基本上要到五月初才有就是才没有那个威胁 因为你一旦种出去了再搬回来就是不可能的 只要有一个到零下的晚上基本上所有的小苗就复制一句了 所以就是对这个最后一个双冻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五月初 那我倒推两个半月的话就是四月三月两月中的时候 我开始播种金鱼草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今年呢我就把时间往后推了一推 那我最后能把这些金鱼草种到室外的时间就刚刚好 不需要我再给它们换盆啊 或者把它们拿出去再拿进来 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 还有一个呢就是种的间距 就是你育苗的时候没有关系 反正育苗盘都是一格一格的 你就按照那个一格种一颗这样的数量来种 但是种在花香或者下地的时候 这个间距就很重要了 因为你间距的太输了 那你的花量就变少了 你能种的数量就变少了 就是它们如果一个和一个挨得非常近呢 就能起到相互支撑的感觉 因为你看这一根 它在这摇头晃脑的就很容易倒 但是如果有好几根都是在它附近这样子 就有一种相互支撑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间距的太紧了呢 它又有一点不透风 就容易有病虫害什么的 我对我今年的花的间距还是挺满意的 基本上就是保持在两到三英寸左右 厘米的话大家自己换算一下 反正就是一个挨一个可以挨得很近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你种的是为了可以在地里面欣赏它们 就是你是想让它们长大的 那可能需要按照种子包装上的间距可能要再大一些 但是我种这些主要是为了切花嘛 主要是为了把它们剪下来插瓶用的 所以这个间距可以适当的变小一些 之后大家可能要自己把控一下 然后去年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 就是虫子 去年我的鲸鱼草招了一大波的 鲸马 对应该叫鲸马 英语是thrip 导致我最后有好的花都是没有办法用的 尤其是像白色的花特别招鲸马 就是一个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虫子 它们会就是在花瓣上面吸食花瓣的枝叶嘛 然后你就远远的看 你就可以看出来花瓣上面有一点一点黄色的 然后收进来的花 你这样随便抖一抖 手上就会有一把鲸马 就导致我去年花的产量虽然高 但是能用的不是很多 而且拿进来之后要非常彻底的清洗 我觉得鲸马这个事情就很难去人为的控制 因为虫子要来还是会来的 今年的话 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今年花开的比较早 而且今年夏天来的比较晚 我觉得鲸马是那种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爆发的虫害 然后今年我的鲸鱼槽开的比较早 所以第一波应该是躲过了鲸马的虫害 然后第二波的话呢就是要注意观察 虫害这种东西你比较早的开始控制它就比较容易有成效 一旦它已经爆发了就我觉得就很难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 就是你可以不每天去观察你的植物 但是可能每一周都要做一个比较仔细的检查 看一看有没有各种虫子 一旦你发现有一两只的就马上要开始打药什么的 像是鲸马的话有很多针对鲸马的药 大家上Amazon就找 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用到过特别好的特效药 基本上Neem Oil可以控制所有的 好多虫害都是可以用Neem Oil除掉的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毒性比较弱的一种药吧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那个 但是呢因为它毒性比较弱 你就需要不停的去打药 可能就是要持续个几周的样子 如果说你发现的够早 你坚持的够长 我觉得鲸马还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虫害 然后还有小伙伴跟我说可以挂黄板还是蓝板 应该是蓝板吧 反正就是有一种黏黏的板 你可以挂在切花的花园周围 然后鲸马很容易被那些颜色的板吸引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粘在那个板上 这样也挺好的 今年如果再有的话我准备试一试 OK 看这满满一把 今年这个收获的鲸鱼草的量我非常满意 然后今年我种了好多的颜色 有白色的 然后有这种比较深的粉色 然后还有黄色的 在这儿 这个黄色的我觉得特别好看 不是那种很深的金黄色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这个怎么说香槟色 然后这个我之前在Garden Tour里面也提到过 这个香槟色的它是长口的鲸鱼草 非常的特别 因为好多的鲸鱼草 看为什么它叫鲸鱼草 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小的一个一个花包 是不是很像小鲸鱼 这个是尾巴 这个是没有分尾巴和头吧 反正就是它这个上面和下面的位置 非常像鲸鱼的尾巴 但是好多它是闭口的 你看这样打开才可以看到它的花心 但是这种它就是长口的 就跟普通的花一样 你这样直接就可以看到它的花心和花蕊的位置 反正就是很神奇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